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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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Everybody晚上好 沒有辦法一一問好 有人說要蛋捲喔 報告能買嗎?買啦買啦 都買啦 情趣夢天堂 你們看到情趣夢天堂 今天比較早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情趣夢天堂 你們的右上角有沒有看到 乾爹有沒有 我跟你講啊你絕對沒有看過一個 講汽車的 方向盤比喻成跳蛋 比喻成跳蛋之後呢 乾爹就來了有沒有 我跟你講情趣夢天堂 提供跳蛋 這會用黃標嗎 這可以拿出來嗎 我跟你們比喻的仙草 便宜的跳蛋就是這種 呵呵呵呵 這種就是便宜的 今天我們的乾爹 情趣夢天堂 拿來了 終於來了 可是有便宜的 是不是要有貴的來 雖然我們沒有女性的受眾 我要跟你講 有沒有 小黃瓜姐夫 我跟你講 線上五百多個觀眾朋友 女粉打加一 今天你們有福了 女粉打加一 我先看一下 有沒有女粉 我們除了姐夫以外 還叫 軟叫 變天條的叫 有沒有 叫也來啊 我告訴你 開心 今天我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完仙草以後 被講這個 日產黑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得到了乾爹 有沒有女粉 我看有沒有女粉 真的才打 不要亂打啦 沒有女粉 是不是 不好意思說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看到裡面很多假的 不要亂打 真的是女粉在打好不好 直接處理了啦 這真的是乾爹拿來送的啦 而且我告訴你們 我們情趣夢天堂這個乾爹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還有這個 夭壽啊 你看到嗎 這麼大啊 這都寫日文的 音落 音是櫻花的音 好不好 洛陽的洛 解禁少女 這個初始卡 魅惑惑妖鬍鬍鬍鬍鬍鬍鬍卡 呵呵呵呵 喔 抱歉 喊字我不要 呵呵呵 我跟你說啦 我們乾爹就大手筆的啦 你就是跟 喔 這裡有夠大鴨的 你看 這超大盒的 跟我頭一樣大盒 很重耶 這裡面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裡面應該是這個 杯杯啦 這應該是杯杯 不是好杯杯喔 杯子的杯 好不好 還有 欸這可能有那個 我們放後面好了 這麼大一盒 喔超重 沒有開 欸我跟你講 這個開過我也不好意思送你 所以都沒有開過 欸啊 看他這麼多東西要怎麼送啊 還有這一隻 你如果覺得這個肩頸痠痛 可以拿來按摩肩頸 這要謝謝我們的乾爹 情趣夢天堂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他們的網站去 欸苦瓜是真的沒有啦 它只有牛跟小黃瓜而已 等一下我們這個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再看怎麼樣去抽姊夫 欸這姊夫我真的看得到咬他 這種讓人家看起來不會覺得是很 很這個色情的感覺 去情趣夢天堂折扣馬777 欸這都沒有開過 這都沒有開過 這開了沒人要 靠腰這開鬼 人家想說泰山用過了 滿千折百啦 跟這個 跟這個 各大百貨公司週年慶一樣 滿千折百 這個加菜 加菜 今天給大家加菜沒有錯 我跟你講啦 做中古車YouTuber 做到有情趣夢天堂來贊助 我們這個 大家謝謝一下我們的這個乾爹好不好 好不好 大家真的要支持一下 我們乾爹越多 那我們拍出來影片 相信會更好 這是一定的 我們這個 如果整理車花錢 才這個 不會手軟 我們還是很需要乾爹 因為沒有跟你們收錢嘛 對不對 為了沒有賣你們東西 在練財啊 雖然很多人說 欸小師哥你那個帽子還沒賣 那衣服還沒賣 你們那個黑人鐵牌 要不要拿出來賣 可是我也沒有在做東西 跟你們練財 所以這個大家這個流量方面 分享方面 再麻煩大家支持一下 好不好 要不然這個乾爹越多 大家這個福利越多 你們可以看到更精彩更好看的 自然會 來自然會在這裡 那這個自然會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小師的客戶 我們還是要幫他介紹一下 他這個在做的是一些健康的洗髮精 就是讓你這個黑髮 防弱髮等等 養護的 他這裡面有黑漿 跟一些漢方素材 漿脆換黑養髮液 這個在哪裡有賣 你去那個保雅 你們都買得到 他有出很多一系列的洗頭護髮的滋養液 你如果有落頭髮到一樣的 都可以拿來用 好不好 好 那今天玩 這個車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已經乾爹宣揚很久了 我們先這個聊一下車子的問題 好 我這個是這兩天上個禮拜 收到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朋友問到這個車禍求償的部分 在PTT有一個案例 這個是好的案例 分享一下 這個有一個人 他家的artist被撞了之後 他 是 罩折是完全是零 他這個修理好像差不多要16萬 那對方當然他有保險 那保險公司就說 那我16萬 幫你修好就好了 可是他們覺得 因為他們是很新的artist 然後 他們覺得說這個 會有 產生價差 我因為這一次被你碰撞 你雖然幫我修回來了 但是我的車 因為這樣 就會 被折價 所以說呢 他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個車主的做法 他這個是19年的artist 然後他在20年的時候被撞 他被撞的時候 等於這個車還未滿一年 那他就去請這個一些 汽車的同業工會 去開一個鑑定報告書 他們鑑定報告書 就是這樣的工會 他們開出來說 你正常的 如果車況正常的話 現在產值剩多少 那因為這樣碰撞以後 他產生的折價 那上面是說21萬 折價中間差價 被折了21萬 屁股被撞到 修了16萬 他們還有這個 修理車的期間 有32天 一天還要提出 800塊的租賃代步車的要求 然後他們就去上法院 那當然對方 也另外找了別的工會 來估 那對方的工會估出來說 你這個價差只有8萬而已 那反正最後就是這個 阿力阿扎打完之後呢 後來就賠了 真的賠了21萬的價差 還有鑑定費1萬 還有代步租賃車 一天800塊 共32天 25600塊 這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對方喔 不是有請人家 他估了一個8萬塊的喔 是後來他們發現說 他們對方鑑定的過程喔 是依據法院的估價單來認定 沒有看過車 也就是說 對方的鑑定的8萬 是沒有看過實車的狀況 好 所以說這個不被採用 所以他有說一個重點喔 要記得 你要請工會開立這個差價證明的時候 要記得會同保險人員 在車輛維修前就先去估價 他們就是工會來幫你開鑑定書 看到是還沒有修復錢的樣子 還會同保險理賠人員 一起下去開出這個鑑定報告 那這樣被採用的這個 採納的一個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這個是前車主分享的 我覺得這樣已經有進步了啦 因為以前真的你的車被撞了 看我跟你修好你還要怎樣 對不對 叫我再陪你一台嗎 還是怎麼樣 有事跟我律師談 對不對 有事跟保險公司談 有些 酒駕犯錯撞到人的人 BD瓜派 感覺很麻煩 對 他們好像法院去了三四次吧 所以其實這個 台灣打官司就是這樣嘛 第一個你要舉證成功 還要被採納 非常辛苦 那最後遇到的法官 願不願意採納你這些東西 那又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在台灣打官司通常就是這樣啊 沒有什麼穩贏的啦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其實也蠻奇怪的啦 因為假設啦 好我先假設啦 假設我是撞到他的人 那你跟我說你現在差價21萬 我會覺得說 嗯對不對 我又沒有上過你 你懷孕怎麼可以算我的 對不對 你又沒有要賣掉 啊除非你要賣掉啊 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覺得說現在你賣掉少21萬 不然我跟你買啊 我照你原本的價錢跟你買 不要說21萬 那我車幫你買回來好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車本來又沒打算要賣 那你現在你說你覺得一年車差21萬 那你三年後賣就不是差21萬了啊 你三年後可能只差15萬而已啊 對不對 所謂的這個折價的產生是 你要有賣車啊才會產生 你現在沒有賣車 你憑什麼說會產生這樣的價差 對不對 這個數字你怎麼來的 你懂嗎 我跟你又還沒發生關係 你就在跟我講說 如果你懷孕了 要我這個 如果是男生 要這個 要哪一家的這個油飯雞腿 如果是女生 你要訂哪一家的明月蛋糕 靠腰 我連對不對 你連做都還沒做下去 你就在跟我講這些事情 沒來試試看 沒來試試看 看是男生女生在說啊 對不對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很難講的啦 那坦白說這個是雙方面的問題 當然你如果站在你是被撞那個人 你當然很開心啊 對不對 因為你球場成功了嘛 但是你站在撞人那一邊的角度去想 你都會覺得說 奇怪 你還沒買啊 為什麼有差價 21萬 我看一下21萬是誰賠償 他上面沒有寫 我在猜啦 我在猜這個應該是對方賠償的嘛 我猜啦 170萬左右的新車 每年折就有可能到新車價的10%以上嘛 其實不是這樣算的 不是這樣算的啦 其實車子的折就是一個 到金字塔的一個形狀 金字塔倒過來 所以第一年比較寬嘛 所以第一年所佔的那個 折掉的一個比例是最大的 但是他會隨著年份 越舊會慢慢縮小 到最後就變一直線 就不會再動了 所以他不能去用說 一年幾% 一年幾%下去算 再來第二個 每一種車款其實不太一樣 這不太能有一個準則 所以通常第一年是最可怕的啦 我舉個例來講好了 比如說我的218GC 當初新車大概180萬 假設一年車 我猜第一年應該會少個60萬 第一年如果少個50萬的話 就剩六成 第一年就折快40%了 所以不能這樣算 我覺得賠出是當下折價是合理的 可是合理的話 那不然你車賣我啊 如果我是撞到人的人 我就說我陪你啊 那你車賣我 你車要給我啊 我幫你修好然後整個都幫你賠完 以後你車賣給我 我跟你買車 你要賣才有出現21萬的價差 那你賣我啊 我現在給你21萬之後你再車給我 我會這樣覺得啊 那不然你不要修啊 不要說賠 你再來車我照新車價賠你 你車給我對不對 比如說嘛 例如這樣說 我不知道啦 當然這個本來就有正有反 沒有一個事情是完全正確的 我是認為這樣 我的個性很簡單耶 我覺得要做好人而已 我們這個兩邊 都會稍微幫人家思考一下 其實也不干我的事 真的啦 我如果站在被撞人 我當然覺得你陪我越多越好 對不對 我還覺得齁 我現在每天開車 我心裡都有壓力 我因為這一次被你撞了 我一坐到駕駛座 我就開始發抖 渾身冒冷汗 有沒有 我手就這樣 我這精神 這整四人的 然後每一次晚上 我跟我老婆恩愛的時候 我就想起我那一天 我被他撞的那個情形 我嚇到他屌都硬不起來 好不容易硬起來了 那我沒兩下 又想到那一天 我被撞到那個緊張的情緒 兩下我就結束了 我就finish了 這你要怎麼陪我 這是21萬可以解決的嗎 我這一輩子可能都要這樣 我都要去看心理醫生 好不好 然後廁所裝修費 可以 對不對 我每次尿尿的時候 我這真的是車禍後遺症 我尿尿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都在 因為這一次的車禍 我整個心理影響生理 生理在影響心理 這無限的輪迴 我這一輩子 我覺得我可能 因為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上班了 我真的吃飯我也不敢吃 因為我每次一吃我就怕 我就想起那種被撞的感覺 我就想吐 我就反胃 我飯就吃不下 好不好 所以這個 我跟你講 法律這種東西本來就 我自己的感覺 那只是說 這個國家定出來一個標準 然後由法官下去判斷 那其實 他只是一個標準 對還是錯 其實我覺得 沒有一定 他就是只是一個標準而已 就是 大家照著這個標準下去走 所以這個沒有一定的 所以才會有一些 這個講的比較嚴重嘛 講越嚴重也有機會 那個張標的兒子張小勢有沒有 把那個人家的小指 小拇指的指甲打斷 哇 那很嚴重啊 大人是不是說 哇 這麼嚴重 可是我兒子死了 對啊他兒子死了 法官大人 我這樣垂他兩下 對不對 過兩年之後 過十年之後他死了 你可不可以告我謀殺 那可不行啊 那就知道你說的嘛 他家下次不會再犯了 對不對他以後不會再犯了 見度手牌好養嘛 應該還算還可以啦 其實現在手牌車的選項 本來就越來越少了 現在大家都在吵說 汽油車要淘汰了 有很多人講說 30年之後 都賣電動車了 都沒有汽油車了 能不能給本官一點提示 漂亮 你們這裡也都電視兒童 可是 I don't care 我不care 30年後是怎麼樣 好不好 我只是要現在而已 現在還有汽油車 我就要開汽油車 就這樣 過兩年真的到處都有充電裝 我就買 我就買電動車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以後的事 誰知道 對不對 我管不了那麼多 好不好 我只想要現在 對啊 我也是覺得 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同溫層 我真的是抱持一種想法 就是 這個人 隨時隨地 真的不知道 哪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們一定要把握當下 我覺得 活到這個年紀 也不是很老 40幾歲 我覺得最困難的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很快樂 我跟你講這個比賺錢還要難 所以我覺得 活到這個年紀 我會覺得說 我們最需要的一個 每天 不管工作多辛苦 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你記得一句話 就是每天你都在思考 我怎麼讓今天過得很快樂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 最重要的 真的是最重要 也不是說活到當下 活在當下 然後叫你說幹 來小師這邊看車 不要猶豫 喜歡就要趕快買 我不是這種意思 我是正在分享 想辦法讓自己過得快樂 即使工作很苦 你們真的覺得 柯P啊 泰山啊 阿呆啊 我啊 好了啦 你真的覺得說 我們真的在上班 我們在工作都很快樂嗎 很累好不好 每個人都有累的地方好不好 只是快樂是自己找的嘛 就既然已經要工作了 就是家裡沒有那麼多錢了 人家說這個 要贏在 讓你的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有沒有 啊殊不知 有的人一出生 他已經在終點線了啊 啊我們不是啊 我們出生了嗎 不是 我們出生起跑線還在很遠 我們還不是出生在起跑線上喔 你是要怎麼追 所以我跟你講 大家都很苦 大家都在工作 大家都要賺錢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有家庭要顧 大家都有各式各樣的難關 但是我覺得 在裡面 你怎麼 怎麼想辦法得到開心 真的啦 我跟柯P 然後跟你們講故事 今天講故事好不好 我跟柯P認識至少20年了啦 以前我們也是在人家那邊 在人家那邊上班 在人家那邊工作啊 然後我們以前最開心的就是 自己買一台很便宜的車 那時候柯P買那個3311手排的嘛 啊我是買一台那個95的那個 旧Lancer 有沒有就是 如果是EVO換算EVO三代 那種的Lancer 我們買來那時候都是 國產的 聰聰的啊 我們就下班 利用下班時間 畢當畢塞 改東改西 然後這個 買音響回來裝 買東西回來 圍翼改個EVO大包什麼 都下班在弄 那柯P的音響 接音響 真的是我教他的 那個線設怎麼看 柯P都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當時什麼 重低音怎麼裝 那真的都是 大家下班研究 然後這樣 我自己做白老鼠這樣做 我們也是在工作當中 那時候薪水也很低啊 出來20出頭稅薪水是能多高 2、3萬 那這樣撩不去啊 那時候當業務還更可憐 沒有底薪的 對不對 你有可能整個月沒賣車 你就是No損 柯P有 因為柯P那時候就是在做美容師傅嘛 那他們這個有固定薪水的 這工作 也是會被老闆欺負啊 不會嗎 不會被同事欺負也是會啊 問題是 你的快樂就是在裡面找 你們就自己找嘛 中午那個熱的要死 在那邊做汽車美容 我也跟柯P一起在做幫他做 然後這個中午有休息一小時的時間 12點到1點 跟柯P吃了便當 就在那個美容區 那時候 只有什麼 一台大的工業電風扇 天氣熱的時候 兩個人在那邊吃吃吃吃完便當 然後那個 把那個車子啊 美容的車門打開 前面兩個椅子放倒 兩個在上面睡午覺 好激情 我沒有翻過去都不算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有時候天氣熱真的太熱了 然後吃飽飯 柯P我們去後面吃剉冰好不好 好 然後兩個摩托車騎著 然後就去後面的巷子 兩個就吃剉冰 那時候後面有一間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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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月交開的 有沒有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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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剉冰 剉冰 兩個就去那邊 對不對 吃剉冰 現在35塊40塊 兩個中島 吃剉冰 要吃剉冰 要犧牲5歲時間 所以沒有 我是在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大家都覺得生活很辛苦 真的 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大家是真的都蠻辛苦的 沒有人輕鬆的 然後最後呢 好啦 我要這個出來 我要出來 自己自己做的時候 我就跟柯P講 我說我先走 那你給我幾年的時間 那我做看看 因為你現在你的薪水 我出來我會成功不成功 我知道 對不對 然後我先出來我試試看 如果等有一天 我負擔得起你的薪水 那我再叫你過來 如果我出去倒了 就倒了 你還記得再借我錢 對不對 那時候 趕扣的時候 在人家上班趕扣 有時候也是跟 柯P 酒5千 酒1萬 你知道嗎 常常在跟柯P累錢 因為柯P比較 比較會存錢 坦白 他那個人你看他也不會花什麼錢 喝茶 喝清心浮泉 喝 迷克夏 我花在哪裡 有沒有 你知道 也是跟柯P有時候缺個錢 借個沒有錢繳水電費 沒有錢繳什麼錢 柯P就5千 就1萬 真的也是這樣累 我們當然也是會還人家 對不對 有借有還再見不難 然後我就先出來 就做自己 我們出來不知道做幾年才叫柯P來 可能做兩三年 柯P是真的他是那種 不是因為柯P其實他出社會比較早 柯P其實很早就出社會了 他那時候書 坦白說沒有讀到很高 可是他 就是就出來打工 就一直存錢 反正他那時候缺錢都跟柯P借 對啊 柯P還不錯 實力還不錯 出來幾年 真的覺得好像可以了 對啊 累來累去就過了 對啊 我講真的是這樣 大家累來累去 就是這樣 錢一定沒有夠用 沒有夠用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夠用過 現在真的就 出來幾年之後就還不錯 那就問他 好像可以了 那要不要來試試看 柯P就來 真的 柯P來這邊 對不對 這個 他來了 已經娶媽了 對不對 本來柯P租房子到 大家都知道他宜蘭人 對不對 租房子 又生兩個 生三個 小朋友 到買房子 來我們這邊 上班上班到可以去買房子 我也很爽 我送他一台電視多大 不知道幾層 四五十層 當時 當時算很大 我跟柯P同年的 大電視 我送他一個很大的電視 應該兩三年前了 他那個搬新房子 買房子 結果 我跟你講上禮拜 我在我們公司的垃圾桶旁邊 看到那台電視 我說這台誰的 柯P說我的 我說我送你那台 他說對 他壞掉了 三年啊 好壞耶 掛啦 又在公司啊 BankQ 他電視可能 可能看很兇 我在猜 可能看很兇 小朋友都看電視 結果他電視壞耶 我跟你講 電視壞了沒關係 以柯P現在的實力 他買一台更大台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怎樣 到時候我就會給他半塊餅 有沒有 半塊餅給他 對不對 以後他的小孩 就會跑來找我 我就會拿 一百個餅 然後叫他吃完再走 我還有點餓 以柯P的實力 現在電視什麼的 應該是無所謂的 好不好 好不好 柯P現在電視對他來講 是小咖的 所以OK啦 OK啦 怎麼會講到那邊去 好啦 我要講的就是 雖然生活都是很困苦 但是這個 應該 沒意外 他都會過去 他都會成為 像我們現在坐在這邊 茶餘飯後的一個 聊天用的一個 玩惹的內容而已 對不對 所以當你是遇到困難的人 千萬不要放棄 好不好 你如果現在放棄 你遇到困難 你現在放棄就太早了 因為以後你還會遇到困難會更多 不用急著現在就放棄 好不好 現在放棄太早了 我覺得不能說柯P壓對保 我說實在的 這個是相輔相成 也許那時候 他沒有過來 我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是柯P壓對保 我覺得是大家是一起 相輔相成 走到現在這個 地步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 從來都不會去覺得說 好像 你這個你都靠我的 你 你如果沒有我 你就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不會 朋友之間不會去這樣想 好不好 大家記得 朋友之間不會去想這些事情 反正就是大家這個 相處還可以 相處還可以 慢慢就一直走下去 能走到哪裡不曉得 好不好 能走到哪裡不曉得 反正就是 就一直走下去 跟伴娘認識比較久還是柯P 當然是跟我老婆 拜託 當然是跟我老婆 跟我老婆認識很久了 開玩笑 從幼稚園我就開始培養了 曾經以前大概我 他國小的時候 我可能高中的時候 我們可能 maybe某一天 我們就在星光三月的 那時候 站前星光三月 那時候是站前星光三月 那邊是補習啊 等等的地方 然後可能這個帕王的時候 會去保齡球館 會去這個電動遊樂場 有沒有 以前星光三月上面 有電動遊樂場 搞不好我們就有這樣擦身而過 就註定了我這一輩子的好日子 可能在當下 就註定了這一輩子 我就是會過這麼幸福的日子 哈哈哈哈 十歲撈金魚認識的 我怎麼當機啊 大隻雞咧 我才想當機 好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這邊媽也當機了 大家晚安 早點休息 注意防疫 祝大家這個 平安健康快樂 平安健康快樂 拜拜 結束了 大家晚安 再見